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击毒贩 贩卖脏物 旧金山推公共安全计划 各位啊 欢迎收看今天12月15号的凤凰每周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经历长久的汽车车窗被砸以及商店打砸抢后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是推出新的公共安全计划打击犯罪 布里德本人就居住在旧金山市田德龙区 田德龙一直都是毒品交易最猖獗的地区 官方此前甚至颁布民事禁令 禁止毒贩进入田德龙的50个街道内 但收效甚微 另外旧金山肆无忌惮的砸车窗以及轰墙伤 商店等治安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 新公共计划除了在田德龙区执行紧急干预政策外 还包括确保警察有足够紧急资金用于未来几个月解决重大安全问题 修改监察条例 利于执法人员预防并终止犯罪 打击贩卖零售店盗窃赃物的行为 刑事司法系统变更后 如今持有毒品并不会被捕入狱 警察局长斯科特表态 会帮助无家可归者以及引君子等人的情况下 寻找平衡点 防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加拿大政府发布最新一份的经济和财政报告 显示2021至2022年度财政赤字有望控制 在1445亿加元以内低于早前预期 另外还将拨款50亿加元 协助不列丁哥伦比亚省洪灾重建工作 以及45亿加元应对Omicron变种病毒防疫测试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里兰 以视讯方式在国会宣读最新一份 政府经济和财政报告 福利兰补充 由于新税收为政府带来385亿加元的额外收入 因此2021到2022年度 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低于预期 有望控制在1445亿加元以内 保守党党领批评 财政报告毫无经济复苏政策 反而将通过加税 和向出售自住房的民众征收资产增值税 来填补政府高额赤字 新民主党党领则抨击 政府无视普通民众 难以承受高涨的生活成本开支 却优先保护大公司和超级富豪的利益 同一天 总理特务多也与各省省长和特区负责人召开会议 商讨如何加强各级政府间合作 更有效地防控奥米克戎变种病毒在社区的传播 另外14号也是加拿大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一周年的日子 公共卫生官发布报告 敦促联邦政府为公共医疗系统提供更加完善和持续的投资 改善医疗数据的收集和监测系统 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公共卫生健康危机 凤凰卫视 祖客请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呈现华人商会基金会奖学金开始接受报名 出席当天新闻发布会的有 呈现华人商会会长吴正中 副会长胡安寅 呈现华人商会基金会会长佟志明等商会和基金会代表 还有尔湾中文学校校长钟又兰 家长代表圣丹华等社区代表参加 会长吴正中在发布会上表示 该商会成立于1989年 旗下的基金会从1995年起开始致力于回馈社会 帮助表现卓越的华裔子弟提供大学奖学金 同时自2015年开始基金会调整奖学金数额 从原先的每位每年3000元更改为每位每年5000元 并为他们提供持续四年的大学奖学金 今天这个记者招待会就是kick off 这个今年整年的这个process 那么就是让学生申请然后这个选择 然后加访然后到时候6月18号 我们已经订了一个那个Iran Marriott 然后就会有那个scholarship那个award ceremony 那么大家是到时候希望大家都能来参加 谢谢 成县华人商会基金会会长佟志敏在会上表示 基金会希望通过提供奖学金 给予优秀华人子弟的方式 支持这些优秀华裔子弟完成大学教育 进而能对未来的社会产生更深远的正面影响 那我在这里的话很多谢大家过去或者是将来 现在支持我们的华人朋友 然后他们都是有些是上万的这样子捐给我们 也有几千块钱的 我们希望他们继续支持我们 也希望很多没有听到这个信息的 知道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些华人的上长人士 你们也打开你们的钱 支持我们 据介绍 呈现华人商会是一个充满商机 非常活跃的商会 旗下的基金会则是负责回馈社区的部分 设立奖学金的初衷就是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而且因为教育是一个百年数人的大忌 帮助贫困华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 是帮助他们脱贫最有效的办法 由Well Go USA北美独家代理宣传发行的电影 雷佳音 李宪 新纸雷领前主演 葛优特别主演的电影《古董局中局》 于近日定档12月17日登陆北美院线 在近日发布的美版定档预告中 观众可以看到雷佳音与李宪携手勇闯古玩江湖 似兄弟又更似敌人 展开一场身上线素爆棚的夺宝争斗 该片在国内已经上映 便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 三日票房的冠军 同时登上贺岁票房榜第一名 上映五日击破两亿票房大关 古董局中局的故事 刘宇尊价值连城的佛头所引出 民国年间文物界权威组织 五脉掌门许一成 江武则天明堂佛头送至海外 被定罪为汉奸 半个世纪之后佛头归还 指明要许一成的后人 许家第三代许愿出面接收 这让许家后人许愿 再次被卷入古董界的漩涡之中 影片改编自马伯雍同名小说第一部 讲述一段长达五十年 跨越三代人的互保传奇故事 剧本符合历史轨迹 再加上古董领域专业性极强的健保历程 将为北美的观众 带来一场精彩的十天盛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韩国人生公社郑冠庄为抗议一线人员 举办年终活动 为了表达对这些社区抗议英雄们的感激 郑冠庄邀请了约150名来自医院 学校 公共安全系统和警察部门的一线工作人员 前来一起观看电影 分享暖心的礼物和享用烧烤晚宴 在晚宴上 韩国人生公社首席执行官Hung So Lee说道 在过去的两年里 新冠病毒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困难 但是正因为有了一线工作人员的奉献 使得我们可以继续舒适的生活 在当天 每位活动的参与者都拿到了总价值约195美元的礼物 同时 郑冠庄还和Korean American Special Education Center KASEC 携手举办了一场筹款活动 所得的善款 由郑冠庄配额并捐赠给KASEC 以通过KASEC的教育和活动 来指导和帮助那些有教育障碍的学生 为表示对捐赠者的感谢 韩国人生公社赠送了郑冠庄的Everytime产品 以帮助他们在这段特殊时期提升免疫力 郑冠庄宣布 这次年终活动是他们实践社会贡献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他们在未来也将继续支持更多不同的社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现代汽车近日是在圣地亚哥举办全新IONIQ 5亚洲媒体见面会以及试驾体验 全新IONIQ 5是现代汽车IONIQ电动车系列中的首发车型 搭载独有的电动全球模块化平台EGMP 该款车的极致动力、快速充电和超长续航成为本次活动的焦点 IONIQ 5配备着77.4千瓦时的电池组 搭载两种马力动力 双马达的全驱与单马达的后驱 全驱不仅能产生360匹马力外 还能在不到5秒的时间从零加速至每小时60英里 后驱也提供了225匹的超强马力 两款动力的最高时数均为115英里每小时 并实现拖拽重量高达2000磅的拖车重量 IONIQ 5仅由最大环保署预估 后驱充电一次最大行驶距离为303里 双马达的全驱最大行驶距离为256里 IONIQ 5支持400伏和800伏的充电基础设备 并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兼容性 无需额外组件或者适配器 就可以实现两者间的充电兼容 在使用350千瓦充电器时 IONIQ 5可以在18分钟内从10%充电到80% IONIQ 5汇集多种智能技术 提供了创新的V2L功能 可自由在车内对电动自行车 踏板车或是露营设备进行充电 IONIQ 5还配备了更高级的 Hunday SmartSense辅助驾驶系统 除了智能巡航控制 远程智能停车辅助 环绕视野监控等确保安全的辅助系统外 同时还可以选择12寸全束控制屏幕 以及无罩式12寸数位仪表盘 来获得更丰富的驾驶体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 连同加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 Mark Gulley博士 今日向民众汇报了 当前的疫情与疫苗进度 随着假期的临近 流感季节的威胁也随之而来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许多医院和卫生服务资源已经分散 官员们也越来越担心 加州出现高度传播的Omicron变种 作为回应 加州再次实施了室内口罩规定 希望能够遏制这种新毒株 可能对广大人群和卫生工作者 产生的影响 我们仍然有很多要学习 关于Omicron的疫情 我们知道是一个疫情的疾病 它是超过传达的 比较传达的 比较传达的 我们都在担心 但是仍然是 达传达的 是最大的疫情 在加州 仍然是疫情的疫情 在加州接种第一剂疫苗一年后 85%的符合年龄的公民 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并且所有公民都可以接种加强剂疫 今天, we invite all Californians who are eligible to not just get their first couple of doses but in fact to get boosters and as Regina said 61 million doses in many million Californians fully vaccinated near 85% of Californians who are age eligible having received one dose we've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on our equity efforts to make sure that communities of color communities where resources are often thinner where access to services is less that we still see even in some of our hardest most impacted communities up to 70% of those individuals living in those communities getting at least one dose 虽然加强针对新变种的保护效果如何 依然存在很多疑问 但统计数据仍然指向 疫苗可以提供 针对最坏情况的保护 例如长期发病的新冠 住院和死亡 Galley博士强调了 进一步推进 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它是保护国家 免受新冠侵害的主要手段 也同时是为了对抗 最新出现的 进一步的变异和突变 凤凰卫视白亦臣 洛杉矶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一组中国快讯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周三在简报会上表示 已经获得批准的新冠疫苗加强剂足够对抗快速传播的Omicron变种 目前并不需要专门针对这一变种的新疫苗 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 虽然Delta变种仍然是目前在美国流行的主导毒株 但大约有3%的新增病例被确认为感染Omicron变种 并已经在全美至少36个州被检测到 当局预计 预计未来几周新增Omicron变种病例所占比例将会增加 目前相关新增病例的数量大约每两天翻一翻 目前所有16岁级以上的人都有资格接种加强剂 疾控中心表示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符合资格的民众接种了加强剂 洛杉矶县报告新增8例Omicron变种新冠感染病例 同时独立于洛县公共卫生系统的 Pasadena市和长滩市也检测到首例这一变种的感染病例 截至目前洛杉矶县累计共有15例Omicron变种感染病例 而在新增的8例病例中 7人为有症状感染 但无需住院治疗 5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1人有国际旅行室 2人有国内旅行室 自感恩节以来 洛杉矶县报告的每日新增病例数和住院人数呈上升趋势 截至周二 洛杉矶县单日新增1138例新冠感染病例 15例死亡病例 纵观整个加州新冠感染率自感恩节以来 飙升了47% 周福已于今日恢复室内口罩令 随着Omicron变种在全美迅速传播 多所大学纷纷加强了防疫措施 纽约大学本周宣布所有非必要的聚集活动一律取消 并要求全体成员接种加强针 消防表示接种加强针的截止日期是1月18号 该校的学生教职员工中有80%符合接种加强针的条件 截至周二 该校已经有3000人提交了接种加强针的证明 另外 纽约大学还宣布 由于该校确诊病例激增 鼓励所有老师将期末考试改为网上进行 除了纽大雪城大学 维斯大学 近日均要求全体成员在新学期开始前 接种加强针 另外 其他多所大学也强烈鼓励学生和教职员工 接种加强针 并密切注意来自政府和卫生专家的防疫指引 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 加州迪士尼乐园宣布了一项 针对南加州本地居民的门票政策优惠 本周居民可以以199美元的价格购买三天单元门票 迪士尼乐园本园或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任选其一 另外 乐园还推出259美元的双元套票 游客可以在两个乐园游玩 但是每天仅限一元 值得注意的是 优惠门票仅限1月3号到5月26号 工作日期间使用 可以连续使用三天或分任意三天使用 目前两个乐园均需提前订票及预约 预定数量是客流和供应情况而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感触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受到美国监管政策的影响 在美国上 中概股持续回流香港市场 瑞银投资银行亚太主管 及中国总裁金鸿义 14日指出 目前在美国上市的240多只中概股 总市值达到9.2万亿港元 其中有17间公司已在香港第二上市 占到中概股总市值的69% 还有50多家未在香港上市的企业 符合在港上市条件 占市值约30% 至于不符合香港上市规则的 170多家公司 可能会从退市重组后 再到香港或内地客创版上市 也不排除港交所上市条款有所调整 来接纳这些回流中概股 金鸿义表示 相信到明年下半年 随着内地厘清监管政策 包括利用可变利 实体架构 境外上市等问题 投资者信心有望回升 香港铜锣湾市贸中心15号中午发生三级火灾 消防灌酒三个多小时后 在下午4点半大致就戏 有13人受伤送院 抵达现场后 在商场的一楼二楼的电表房间 发现有电线起火 后期火势蔓延 面积约100米乘30米 整个商场浓烟密布 在等待救援期间 约有350名民众前往五楼天台 用围巾等遮鼻口鼻等待疏散 后经由消防员升云梯救回地面 历经4小时的救援 火势终于于下午4点半被扑灭 期间共疏散810人 13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10人因呼吸浓烟身体不适 一人性命垂危 另外三人则是扭伤 消防处指出 商场的一楼到五楼正在翻新 当局曾接报 部分楼层因工程而关闭 销防装置 不过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续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来看今天华尔街的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国主要估值在今天早盘和午盘 是维持震荡走低格局 在今天下午美联储发布政策决议后 三大股指全面上涨 收盘时涨势强劲 道指涨幅超过383点 而纳指在今天涨幅超过2% 领跑大盘 投资人关注的焦点是美联储的政策动向 为了应对高通涨 美联储决定加快减码购债规模 另外未来的加息步伐也符合市场预期 令市场情绪得到提振 道指方面 今天绝大多数成分股都是强势收涨 四个系统上涨3.74% 联合健康集团是上涨3.1% 在今天是领涨倒指 另外一些工业股今天是表现欠佳 波音从早盘和午盘都是领跌倒指 收盘时小幅转涨 另外在最近几个交易日 一些生物药类的个股和跨国零售企业 都是表现相当不错 像强生集团以及保洁集团 都是维持比较明显的涨幅 而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可以看到能源板块是唯一下跌的行业板块 科技板块强势收涨上涨约2.75% 另外一宝板块在今天涨幅也超过了2% 其他行业板块方面 今天金融板块云策略板块涨势较窄 那么约预期货价格 今天是收高约0.2% 环境期货价格收跌0.4% 美元指数在今天是维持下行 以上就是星期三美国故事情况 放号卫视陈清伟 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提供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将近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